我今天报道是2024年的1月4日的战况 作为大规模的特色 军政府政权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 做出了令人难以理解的一种情形 释放了9000多名囚犯 其中最主要是 也包括了好多之前民盟的上层领导 其中就包括曼德勒市长 但是很多缅甸的媒体特别关注 释放了两个模特 他两个是比较性感的漂亮的模特 丁扎文教和奈威善 大家更在转发他俩的照片 说明他俩在缅甸有很高的人气 当时军政府也不知道什么情况下 他们俩就发了很多性感的照片 还参加了某一些相关的活动 就被军方看他俩不顺眼的人给抓走了 为什么说军政府非常诡异呢 因为现在缅甸军政府 明昂来武装面临广泛的失败之际啊 他才去释放这些囚犯 而明昂来武装强硬派支持者 呼吁招募囚犯作为新兵 并接受训练 这个情况就是特别相对的是矛盾的 而且前面的节目也说到 东方大国联合对明昂来武装进行清剿 这个信息也说明了很多的力量在相互的交织 在1月4日又特别诡异的消息出来了 美国政府也公开的表示 缅甸很快要迎来了NUGE政府 那他去讲这个事情 结合刚才军政府释放这9000多名政治犯 所以这个信息非常的重要 看到了吗 现在多方的力量都在缅甸施压 所以他有不同的信息 反复的在变化当中 某些力量还是希望给明昂来一条活路啊 不要让他选择极端的方式 造成这个国家更大的伤害 希望缅甸人民早日的解放 所以这现在是一个巨大的一个变化 我们只能作为旁观者 不断的去发现这些变化 飞格能够及时的汇报给大家 大家看到背后的照片 就是明昂来武装的直升机 被克勤独立军 在中缅边境附近的 纳帕军事基地附近 被克勤独立军给击毁了 这个飞行员在击毁之前 就已经弹射逃生了 看到了吗 如果是缅甸军方明昂来武装的直升机 或者是相关的战斗机被击落 缅甸军人最后一张王牌就没有了 那他只能去接受战争的失败 这个事情也是对缅甸人民巨大的鼓舞 这背后的照片是在1月3日上午7点30分 发生在脑丘镇丹博战役当中 明昂来武装 他叫做铁昂中校被逮捕了 这场战斗参与方 主要是德昂民主解放军和曼德勒人民共防军联军 对明昂来武装发起的激烈的战斗 随后革命联军占领了该军事基地 对明昂来武装造成了比较大的伤亡 铁昂中校的被捕 对明昂来武装来说是一个重大的打击 因为它展示了联军的战斗力 随后其武器和军事装备被德昂军缴获了 这些战俘也得到了比较好的待遇 克伦民主国防军KNDF总司令证实了 克伦民主解放军KNDF已经成功占领了克业邦 南部泰缅边境的重镇梅塞 占领梅塞被誉为一项重大的胜利 因为他们表明了人民国防军不断增长的实力和能力 该阵以前由军政府控制 先由国防军所控制 为该组织在克业邦南部提供了一个 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立足点 KNDF的领导人叫昆毕兔 对梅塞的未来前景表示了乐观 他表示在军政府空袭期间造成了许多防务的损坏 和大面积的破坏之后 KNDF计划在今年在该阵启动重建的项目 重建工作的重点是恢复基础设施和重建家园 为当地居民提供了稳定和繁荣 因为KNDF致力于当地社区的密切的合作 确保他们的需求得到解决 老街区政府在国感125难民营进行了 治安整治及秩序的恢复工作 1月2日下午 三邦第一特区国感县老街区政府 在联合当地的慈善组织 在125难民安置点 开展了整治与交通环境秩序恢复工作 自1027飓风行动开展以来 位于中缅边境的125难民安置点 先后有超过4万民众前往避难 在同盟军及当地政府进行了有效疏散之后 目前当地仍有4000余名民众滞留 老街区政府积极为当地民众营造治安稳定 道路畅通整洁的生活环境 在进行秩序恢复工作 这说明现在老街解放都在不远了 老街大部分地区已经被国感同盟军所占领 以上就是今天的播报 感谢大家对飞鸽的支持 我们下集再见